今天在國內難得舉辦了一場慈善籃球賽 由我國的好手迎戰美國大學籃球隊 雙方雖然是以球會友 但護標三分球的戲碼還是讓人大呼過癮 也帶給了癌症病童們難忘的午後時光 台灣的籃球好手們手牽著癌症病童一起走進球場 這場慈善籃球賽是由黑人陳建宗號召 也使國內最具分量的球員可以齊居一堂 和美國大學籃球隊交手 在前所有人圍成一個圓圈 一同為癌症病童祷告 場面是非常溫馨 對抗病魔這個階段只有天花板 醫院的天花板每天這樣子 他們出來一趟不容易 帶他們出來看看比賽 然後跟這些球星大哥哥們 有一些機會互動 比賽總是先禮後兵 來到球場上就得拿出真功夫 才不會讓小朋友們失望 我們還是要把最好的影片呈現給今天 大家辛苦來看這場 Love Live公益表演賽的所有的觀眾朋友 所以看到對方那麼認真我也很開心 然後我自己也是 上去球場沒想那麼多就是全力贏 這場還適應超過500位熱情的球迷 大家一同欣賞這場兩邊 你來我往 互標三番球的精采球賽 他們很難得到現場 讓他們感謝現場的這個 球員的震撼跟球員的那種氛圍氣氛 他要拉扣 進去強人曾文鼎還投進一擊壓哨球 讓場內氣氛嗨到最高點 既然是慈善賽 輸贏就不是那麼重要 但場上球員專注比賽 也用精湛的球技帶給癌症病童 一個難忘的午後 六點TV五加油 鄭偉仁 台北發瀾